好,大地,現在就跟你玩一個遊戲是關於有關九十年代的東西 我知道你還未出生,我現在有個ABC給你選擇 應該比較容易,好嗎? 第一條,1992年的油桶是什麼顏色呢? A,紅色,B,白色,C,黃色 白色呢? 你喜歡白色? 我其實香港和日本一天都是紅色的 學友歌曲還是覺得你最好? 裡面即使你離開,下一個是什麼? 不讓你計算 即使你離開 即使你離開 我...我什麼? 我從未... 但我很好笑 我給你選,你讀出來吧 不如唱出來吧 即使你離開 我以前未改 我幾乎你唱這兩句 我轉頭跳 我寫頭包開 是C,是不是? 即使你離開 我轉頭跳 一定有個海跳下去 我以前未改 是C 以下哪一個? 不是 香港四大天王之一 C 哪一個? 你說呢? 我 我只認識這兩個 劉德華和黎明 我認識他 還有張學佑和Aaron 我認識他 我認識他 是嗎? 誰 拍戲那天經常見 拍戲有見過他? 有見過 你不記得嗎? 我認識他 我認識他 最後一條 你讀出來吧 以下哪一部不是1992年的香港電影 C 你要說戲名 C是什麼? 某日某月 某日某月 Line for style Line for你的生活國度 Hello,大家好 我是湯兒 Hello,大家好 我是元島大地 即使你離開 我熱情未改 這漫長野裡 誰人是你所愛 花不似盛開 愛佔於大海 假使你懷念我 為何獨處感慨 一九九二年 一九九二年 其實我是只有五歲 其實 其實印象不是很深刻 但九十年代 玩的東西 經歷的東西 我自己也會接觸過 即可能 抽yes card 又或者寫信 我記得自己中小學 都會和很親密的朋友 甚至隔離的好朋友 都會用寫信的模式 去大家溝通 其實跟現在真的很大分別 現在是有了智能電話之後 其實真的不會寫信 所以自己對90年代都有很多回憶 其實我想都會有的 但是機會可能會小了一點 因為以前真是 一來比較長的愛情會比較多 現在有電話你可以試掌 或者很多東西 但是那時候的長一點 是真是一個考驗 那時候打場圖ID也有貴 或者寫一封信寄到那裡要整個星期 現在都可能會有這種愛情 但是機會比較小 其實因為我沒經歷那個時代 寫信我其實一次都沒寫過 通過電影我可以感受到 以前的人其實會對一份感情 會比現在更珍惜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合適自己 畢竟這個時間不是短時間 你可以負責任從頭到尾 一起跟那個女生一直在一起 就是要互相都要適合 就是要互相都要適合 愛情觀 我覺得要懂得珍惜 因為如果時間久了 可能很多東西會變成理所當然 就是大家會覺得習慣了 就是這樣就這樣了 就是不會再有驚喜 或者一些很甜蜜的東西出現 所以我覺得很多東西都要保持新鮮 是的 就到這邊吧 下一個月 invece 這個期間 會不會再次找人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